這個節目是Hunter協會的贊助者提供 畫風還是一貫的陰沉 新版則是開心的朋友團聚 後來眾人終於知道庫拉皮卡的秘密後 舊奇亞悸動的問他為什麼要告訴他們這麼重要的事情 新奇亞看起來就只是想站起來說話而已 完全靠聲優在演戲 畢竟這可是被女團知道後就不用完了的秘密啊 後來庫洛洛幫信藏占卜 舊版神綠的小弟的占卜直接進入結論 藍的漫畫與新版都拿出了兩份占卜比對 來讓女團確定再來會死的是小弟、俠客還有派克諾坦這個最重要的能力 然後就是背景的大不相同 還有庫拉皮卡的手機大進化 後來全力打電話來一折目 舊版的死庫爾拉還真的是黑到我注意看才能發現啊 尼哥 而尼歐那雙神奇的鞋子還是新版的比較到位 藍的西索與庫拉皮卡就是一個各取所需的微妙關係 於是庫拉皮卡從西索納得知女團、屍體都是假的的時候 舊版與萬畫一樣都是嚇得奪門而出 新版則是始終如意地坐在椅子上 後來新庫洛洛幫全員都占卜了一遍 舊版則是把內容給省略 於是首席情報官派克諾談 當然第一個去要西索的占卜來看 結果被狠 瞪了一頓 這裡還是舊版的眼神比較有殺傷力 不過這裡由西索來念被眾人圍觀的占卜 就顯得有點多恥一舉 就連後來信長要衝上去砍西索被骷髏洛阻止時的表情也是 不過新骷髏洛居然是閉著眼睛阻止的 後來骷髏洛分析所練手的能力時 差點讓西索高潮這個經典畫面 舊版的聖光根本就是背景不難算聖光了 表情方面舊版就是個不折不扣的變態 新版則是一個有偶像包袱的變態 後來骷髏洛分配工作 除了兩版表現手法不同以外 新骷髏的頭髮就顯得短了許多 而且在他查出火紅眼的下落時 慶舊各自指出了兩種不同的方向啊 所以我說到底是哪邊呢 那肯定是布堅止的那一邊啊 而且只要2500公尺就到囉 不過舊版說的是 然後是長髮庫拉皮卡 新版的根本就是個小燒貨啊 再從尼歐買的東西來看 新版的諾斯拉家族肯定彩力比較雄厚啊 石庫阿拉的狗兒們更是自由發揮 不過舊版的狗墜落 只會翻門吧 新版的還會開鎖呢 那舊版倒是多了一段 石庫阿拉與和服妹的談情說愛 讓大家對石庫阿拉的禪食多了一點同情 於是新女團與漫畫一樣 都是從正門口走出車站 舊版就是要走地下道 而且馬上朝石庫阿拉的所在地前進 一陣非煙走壁路人妹子 還以為是火影忍者呢 後來的追逐畫面就換成舊版的薄畫背景了 被發現跟蹤時的畫面也是新版完勝 不過緊張氣氛的營造就是舊版略勝一籌啦 後來庫拉皮卡緊張的表情也是 新版的連上只有幾滴故意的憨 沒有半滴雨水 但是舊版卻常常會有作畫崩壞的時候 石庫阿拉更是多了許多無謂的掙扎 雞蛋方面 新版只用了兩秒就回憶完成 舊版則是用了整整兩分鐘的回憶片 進場的怒言還是新版的比較凶狠 後來飯店的配置兩版再次各取所需 唯一沒變的就是這位笑臉大叔 不過最經典的還是舊版的雷歐利了 完全就是個不娘騷年啊 於是決勝的起點終於到來 派克的表情舊版的看起來很痛 新版就像嚇一跳而已 然後就是解析度的差距了 新版身形都比較修長 看這馬騎的腿要多長就有多長 舊版就是空間狹窄只能畫短 而且新馬騎只用了一根線拉小結 舊版則用了無數根 其他後來直接插人家胸部 被人家用奶夾住 新版則巧妙的躲開了這個敏感的部位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最後的飛刀傳輸 新版就是喜歡射右邊啊 後來派克的回憶再次透露了新舊版的喜好 舊版真的很愛石頭 新版真的很愛木頭 而且舊性長的髮型被大改 臉沒被附件畫出來的飛毯都有露臉 舊派克的服裝則是一個大爆石 新派克以前的遠景則是神 他媽正啊 為什麼後來壞掉了呢? 最後就是只有舊版派克的血汁 畫到右邊去了 但是我還是不得不羨慕一下舊小結啊 可可惡 翔 咳咳 新版小弟就高了那麼一點 碰碰不到啊 後來舊庫在車上暴揍了酷弱弱一頓 新版與漫畫一樣都只打了一拳 不過漫畫的臉表示 酷弱弱把左臉也給他打了 後來被一問酷弱弱回答問題時 最後新版的是手持小指鏈 你看我的手臉漂不漂亮啊 而庫拉皮卡在跟芬克斯談條件時 芬克斯開了個低能玩笑 只有新版只被兩個人打 而且手上還拿著電話呢 派克 你是在跟誰講電話啊? 而且舊飛毯是用耳機偷聽 新飛毯則是站在一旁 偷聽就顯得這橋段相當多餘 以史瑪特鳳的功能不如開闊音 大家一起聽就好啦 後來舊庫拉皮卡再次打來 直接無視芬克斯叫他拿給人自聽 歸蘭趴火的舊芬克斯 直接拿去擠騎鴨的臉這裡 像他符合芬克斯的個性啊 新版就沒有這個動作 而且還省略了科特那少到可憐的西芬 然而就在派克帶著小傑二人前去交換的路上 舊版將討論夥伴的對話直接拉到這裡來 彷彿派克的內心得到了安慰 更加合理化派克的坦然復始 後來西索跑來攪局 跟庫拉皮卡一陣寒暄後就糊弄過去 舊派克的反應就顯得相當緊張 新派克則是甩了甩手 氣泡泡的說 哼你怎麼來呢 不好意思 哼是我家的 後來交換人質時 舊版總共用了一分鐘 來帶出庫拉皮卡從極其緊張瞬間轉變的回眸一笑 新版則只花了9秒便搞定一切 坐飛團走人 最後西索終於可以跟夢寐以求的庫洛洛來一發時 舊西索爽到差點射出來 而製作的紋身方面還是舊版的比較接近原作 最後酷弱弱的被西索坦白 新西索直接實話便結束這回合 舊西索則原創了公狗妖和不死心的試探一擊 不過作畫相當崩壞 而且後來原作是穿著衣服離開 舊版卻是光著身子 新版則是直接省略 就這樣迎來了令人羨慕的白貓 放開那隻貓 有種就衝著我來啊 更原創了一段流浪貓的集會索 就這樣欣然赴死 最後舊版的死神之戀悄悄的升起這邊 這表現所法作為一部OVA的結尾來說 相當的好 緊接著第二部OVA 一開始看到奇亞就能明顯感受到畫質的獵花 兩人不管是服裝還是聊天的位置 與家具配置 都是唉怎麼弄 秋怎麼弄 與新版放在一起也能感受到明顯的落差 而且不斷的在加戲 就連分割師都是主動上前去跟他們打招呼 解說念不會隨著人死而消失的也換成富蘭克林 於是從物理學的角度來看 這樣重力的敲下去 除非念力能將力量全部吸收 否則下面的展示台應該爆掉才是合理的 後來競標開始 小杰又開始天亂亂舉手時 這新版舉的是右手 而覺知覺拉的側面 新版的眉尾雖然很詭異 舊版的卻是相當崩壞 那個尖頭到底是想插死誰啊? 更別說這個星補身額頭了 差點笑死我 後來兩人為了通過覺知覺拉的測試 開始開發必殺技 舊小杰第一時間就打電話詢問雲谷 而原作與新版都是與庫拉皮卡相談之後 在他真命的建議之下才打給雲谷的 而舊小杰還多了各種無理取鬧 新版依舊終歸終矩 後來也有錢人買下所有Gi的遊戲這裡 由於附件沒有畫出他是幾號 因此星就各自選了自己喜愛的號碼 再來先派只用了5天就幫小杰把8000萬賺回一億 其中有500萬是先派跟地下錢裝借的 這裡就是舊版跟原作一樣了 都是先派親自拿存折給他 新版則是完全省略了先派打中臉充胖子的獅 最終胖子殺手還是沒買到Gi就這麼落寞的回家了 於是終於來到覺知覺拉的通關小教室 舊版的主持人看起來真的相當簡陋 又因為附件沒有畫出比斯吉的位置 新舊兩版再次自由發揮 而覺知覺拉最詭異的大概就是那長到可以捅死人的鬍子了吧 肯定是一位以鬍子當武器的念能力高手 然後原版的覺知覺拉是在鐵卷門之後 舊版則只是走進去蓋起布幕而已 比斯吉也沒有像舊版那樣被插堆 而舊比斯吉就是一點成熟姐姐臉 新比斯吉則是蘿莉賣猛臉 然後就是這位雞婆哥了 我想附件應該是想畫鎧子他地吧 不過舊版省略了奇牙對雞婆哥的吐槽 就少了那麼一點趣味性 後來輪到奇牙面試 原版只用了一格 爸爸叫他別打沒把握的杖帶過 舊版則是各種故弄玄虛 而奇牙放千鳥這裡 新版則是花了更多畫面琢磨 舊版一下子便帶了過去 被比斯吉嚇到也是舊版才有的原創橋端 而小杰的奮力一擊 只有舊版將牆壁給打穿 然後就是三人聚餐的地方完全不同了 我個人是對映劇比較有興趣的 最後向琉璃道別時 附件畫了這街道異常的破爛 是為了呼應小杰他們住的那個破爛郊區 新版倒是相當乾淨 而且還是用走的離開啊 做好的計程車呢 於是三人都離開了有客心事 繼續踏上各自的旅途 言而總之 新版就是中規中矩 沒有什麼原創與加戲 而舊版第一部OVA 對於庫拉皮卡與小杰那身後友情的描寫相當到位 到底是要救小杰還是殺爆旅團的掙扎 還有旅團之間的情感刻畫也是相當到位的 到了第二部就開始大走鐘 分進常常跳脫原作的畫面以外 畫面還常常崩壞 還多了許多詭異的小原創 像彼斯吉與插隊男槓上就顯得相當多餘 哦對了 最近獵人又出了一款新的手遊 叫獵人貪然之島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下次來玩玩看 我是RT 我還是比較喜歡姐姐彼斯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感謝各位的收看 水能再舟 一能煮舟 都結束了還不快回家喝舟